其實大家首先一定要選順遇良好的發展商 亦都要留意發展商過往發展的項目是否優質 至於地產代理方面一定要選順遇良好的 其實大家都可以要求地產代理幫你拍下項目周邊的環境 或者單位裏面的實際情況 大家就可以有更多的了解 在簽合同方面一定要找當地註冊律師幫你看合同 去保障你的權益 至於大家在付首付的時候 一定要付發展商律師樓的信託戶口 這樣便會減低大家的風險 最後給大家一個小提示 就是在收樓的時候 可以找當地認可的驗樓師 去查一下收樓的標準是否合乎規格 在收樓時出發展商律師 政府有份的財務